廉政公署處理每一件貪污投訴 為了保護投訴人和受疑人的身份 都會保持一個公平和保密的態度 但是傳媒往往對這些涉及公眾人物 或者是事案金額龐大的貪污案特別感興趣 所以市民往往都會忽略了廉政公署 同時有處理和調查很多不同類型的貪污投訴 據統計廉政公署每年平均處理超過4000宗投訴 不理事每人的身份和背景 也不會理會貪污涉及的金額 只要接到有關的投訴 廉政公署都會不天不宜 以一視同人的態度去調查 我們有理由懷疑你作為永強投資限公司的主席 提供金錢利益給陳彰會計師事務所的核數師陸永祥 作為協助你偽造虛假帳目文件的報酬 現在警戒你 除非你出於自願 你不一定要說話 但無論你說什麼都好 我們都會用錄音錄影的形式記錄下作為證據 你明白嗎? 明白 錄影長先生 請問你在今年1月至3月這段期間 是否正在處理永強投資人公司上市的帳目 是呀 要搞上市當然要找會計師來計算的啦 那不知道可否解釋一下 這幾項公司的帳目讓我們知道 為了確保每一宗貪污舉報都得到公平的處理 廉署就設立了一個名為審查貪污舉報諮詢委員會 肩負起一個重要的監察角色 審查貪污舉報諮詢委員會的成員 是由行政長官委任社會各界人士出任 主要的職責就是要監察廉政公署的調查工作 並且聘取廉政專員報告每一宗處理的個案 如果案件調查的時間超過一年 或者要動用大量的資源 又或者案件的受疑人獲得廉署批准保釋超過六個月 都要經過委員會的審議以便作出跟進 至於一些廉署認為不能再追查的案件 都要經過委員會的審議和同意 才可以close file 我知道有這麼多 好啊 那我要問的問題都是這麼多 趙先生 剛才接見的內容 你有沒有什麼需要作出補充 沒有 我們會將剛才接見的過程給你一盒打理 麻煩趙先生 這裡簽個名吧 有問題 我要投訴你 如果你有任何不滿 可以向我們廉政公署投訴的 如果廉政公署收到對廉政人員的投訴 是會交由一個專門負責內部調查的L組處理 L組直接由執行署的署長管轄 而執行署署長也要直接向廉政專員 匯報內部調查的結果 一旦證實投訴是屬實 廉署必定會秉公辦理 L組主要調查廉署人員的違規行為 貪污指控 以及非刑事罪行的投訴 如果投訴是涉及非貪污性的刑事罪行 就要交由警方處理 好了 如果大家想知道廉政公署更多的資料 歡迎瀏覽以下這個網址 今天時間夠了 明天同樣時間繼續和你追查案件 拜拜